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平定天下节目 中国共产党全会会议后 香港股市应声下跌 而大陆股市则呈现涨跌互现的局面 尽管全会提出了加强技术自己自足和高质量发展的计划 但市场反应并不热烈 习近平面临房地产危机 地方债务和需求疲弱的多重挑战 且通缩问题日益加剧 西方企业对全会缺乏具体措施 感到失望 投资意愿低迷 中国政府则强调将推进开放政策和改革以应对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一场备受主目的政策会议后 释出了加倍追求技术自己自足的计划 这一消息对香港股市造成了打击 但对中国大陆股市的影响却有涨有跌 周五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3% 收于17417.68点 创下自4月以来的最低点 而在中国大陆 深圳和上海交易所的CBSI300指数上涨0.51% 以科技股为主的STAR市场50支股票指数则上涨近2% 在全会结束后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唐芳宇透露 习近平亲自领导了决定文件的起草 并在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这份文件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涵盖了对先前政策的升级和新政策 公报同时强调了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部门 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型金融机构风险的必要性 韩文秀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市场处于调整过程中但显示出积极变化 他重申了保证住房交付的必要性 并指出中国将通过扩大地方税源等措施 解决地方政府的财务困难 他还提出了发展友好生育社会和养老产业的计划 认识到国家面临的人口挑战 然而这场全会并未带来市场预期的惊喜 中国欧洲商会指出 全会的公报主要重申了中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观点 强调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 平衡经济复苏与国家安全关切 目的信用评级机构的经济学家哈里·莫菲·克鲁斯评论道 这次全会对当前政策几乎没有影响 第三次全会通常采取更长期的视角 但这仍然是一个错失的机会 股市方面 香港的投资者反映冷淡 旅生产商中国红桥集团和房地产公司龙湖地产 领跌恒生指数成分股 而在大陆市场 电子制造商在CSI300成分股中表现抢眼 杭州市蓝威电子上涨了10% 达到了A股的每日价格上限 潮州三环集团也收盘上涨了8% 虽然香港的投资者反映平淡 但大陆公司和香港当局却在畅想北京的调子 中国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商 柯大逊飞的高级副总裁段大伟 在香港表示 全会为人工智能的发展 开辟了更广阔的视野 柯大逊飞 自2019年被美国制裁以来 一直面临来自华盛顿的压力 但该公司誓言 要巩固其在人工智能产业中的地位 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 在段大伟之后发言 重申全会有助于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经济发展 并承诺与国家战略更紧密合作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然而 习近平面临的经济挑战并不仅限于此 威廉 佩赛克 在Nike Aza的文章中指出 习近平面临三重经济威胁 房地产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失控 和家庭需求疲弱 但真正的经济病症 是这些问题共同加剧的通缩 虽然消费者价格在6月份 同比增长了0.2% 但这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 价格几乎停滞不前 而工厂门口的价格 自2022年底以来 一直处于复职区域 佩赛克警告道 通缩问题 比政策制定者想象的根深蒂固 且会以为被注意到的方式加剧 家庭预期 商品和服务价格会在未来变得更便宜 这样的动态 在一个人口庞大 且市场收入水平差异巨大的国家 尤为强大 且难以预测 此外 佩赛克指出 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 本质上是通缩的 一个老龄化的社会需求疲弱 这一动态正在发挥作用 即使北京在解决房地产危机 和地方政府债务方面 行动缓慢 佩赛克呼吁 中国人民银行 应大幅降低借贷成本 将流动性引导到经济中 最脆弱的角落 但这可能会损害对人民币的信心 并使困境中的房地产开发商 更难偿还离岸债券 在此情境下 中国的改革路线 也让西方企业陷入困境 CLS China Morning Post报道 西方企业代表 对北京最近结束的第三次全会 所提出的中长期经济愿景 表示失望 认为总结文件 缺乏具体措施 来改善商业环境 德国商会中国区执行董事 马克·西米利安·布特克表示 德国公司希望能获得 更多有关经济刺激措施 和改革的指导和澄清 但似乎必须为一个 以谨慎和连续性未标志的政策 做好准备 中国欧洲商会指出 公报没有提供足够细节 来确定是否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英国商会中国区也表示 英国公司现在 需要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内 看到具体措施 以跟进全会的广泛承诺 国际律师事务所 Perkins Coi 驻北京合伙人詹姆斯·齐摩曼 则指出 公报充满了政治术语 缺乏具体内容 尽管如此 北京强调这些问题 正在得到解决 中央经济和金融事务委员 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将努力稳定外贸和投资 并指出FDI下降式 暂时的波动 资金流入将逆转为增长 中国将在贸易和财产权保护 工业补贴 采购和金融方面 采用国际标准 并建立高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机制 在这样的背景下 习近平呼吁党领导人 对他的高质量发展愿景 表现出 坚定的信心和承诺 这是一种转向 更可持续模式的代码 然而国际投资银行 下调中国增长预期 这足以提醒习近平 必须更加迅速和紧迫的行动 向国内外传达大胆的 补救措施正在进行中 否则中国的经济困境 可能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在最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会后 香港股市出现显著下跌 而中国大陆股市则呈现涨跌互现的局面 此次全会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 突出了高质量发展作为关键优先事项 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任务 目标是在202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80周年时完成 在此次会议结束后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03% 收于17417.68点 创下4月25日以来的最低点 而在中国大陆 追踪深圳和上海交易所股票的 CSI300指数上涨0.51% 以科技为主的 STAR市场50支股票指数 上涨近2% 这显示出 市场对未来改革的预期和反应存在分歧 在全会公报中 特别强调了技术自给自足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包括对先前政策的升级和新政策的实施 这些举措涉及防范和化解房地产部门 地方政府债务和中小型金融机构的风险 党的金融和经济事务高级官员韩文秀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市场处于调整过程中 但已显示出积极变化 并重申了保证住房交付的必要性 在股市方面 香港的主要跌幅来自于旅生产商 中国红桥集团和房地产公司龙户地产 而在更广泛的市场中 现代农业公司超大现代农业和自动驾驶技术 提供商如其出行的跌幅也较大 在中国大陆 电子制造商如杭州市兰威电子和潮州三环集团 则表现强劲 全会后的反应普遍认为缺乏惊喜 尤其是在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令人失望的背景下 中国欧洲商会的观点指出 全会主要重申了中国政府的现有立场 强调经济复苏与国家安全的平衡 但未提出具体的新刺激措施 目的信用评级机构的经济学家认为 这次全会对当前政策几乎没有影响 因为第三次全会通常采取更长期的视角 在经济背景下 习近平面临着房地产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和家庭需求疲弱的三重威胁 通缩问题也成为一大挑战 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均出现下滑趋势 与日本的经验相似 通缩问题可能会更快根深蒂固 并削弱家庭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信心 对西方企业来说 全会的结果并未带来太多实质性的改变 尽管北京承诺支持商业环境的改善 德国和英国商会等机构表示 他们将保持观望状态 等待更具体的改革措施出现 外国企业普遍担心市场准入 政府采购障碍 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并希望看到更明确的政策细节 尽管如此 中国政府强调将继续推进开放政策 改善外国人入境便利性 并强化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在内的经济合作 这些措施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一部分 但对于外国企业来说 具体的实施细节仍是关键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香港股市的下跌和大陆股市的涨跌互线表明 一些市场参与者 对中国共产党的改革计划存有一律 然而 在长期来看 这些改革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 自给自足和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主席领导的改革计划 虽然短期内可能会有波动 但长期将使中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们应该以长远眼光看待这些改革 它们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科技创新 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楚天书 你的乐观态度令人佩服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改革 可能更像是挂羊头卖狗肉 在高喊科技自己自足的同时 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可不是止糊的 这些问题一直在拖累中国经济 就好比你家地基都快它了 你还在讨论要不要刷一层新油漆 政府说要防范和化解风险 但实际行动呢 没有实实在在的措施恐怕只是画饼冲击吧 谢奇奇 你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心态可不行 中国的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看看以往的经济改革 从邓小平时期的改革开放到现在的供给侧改革 每一步都是在权衡利弊中前进的 你说房地产危机和地方债务问题 那是事实 但党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 并制定了应对措施 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 而不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 楚天书 你这种慢工出细活的说法 有点像是给压力锅上加了各定石器 迟早要爆炸 你提到的邓小平改革 那是因为他顶着风险 拿出了真招实枪 反观现在 中央说要高质量发展 但细节呢 具体措施呢 就像那个穆迪的经济学家 哈里·莫菲·克鲁斯说的 这次全会对当前政策几乎没有影响 只说不做 这就是纸上谈兵 难怪香港股市会下跌 大陆股市涨跌互线 谢琪琪 你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 恐怕只会让问题雪上加霜 要知道 经济改革需要时间和耐心 这不是一场短跑 而是一场马拉松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告诉我们 每一次重大改革都需要经历一个磨合期 这次也不例外 你提到的穆迪经济学家 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西方企业代表们抱怨缺乏具体措施 但这正是中国特有的渐进式改革方式 不是一蹴而就的 正如韩文秀所说 市场处于调整过程中 但已经显示出积极变化 我们应该给这些改革一些时间 让它们发挥效果 楚天书 你这种打太极的说法 很符合中国的传统 但现实不会给你那么多时间 中国的通缩问题 比你想象的更严重 正如威廉·佩赛克所说 通缩是比政策制定者想象的更快的根深蒂固的 如果人们预期商品和服务价格会在未来变得更便宜 它们会推迟消费 这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你说的调整过程 可能会变成一场无尽的等待 这种情况下 指望市场自己调整 不如期待海水变成墨水来的时机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评论 好 让我们来剖析一下这些新闻事件 总结一下要点 并增添一些幽默和生动的评论 第一段 中国全会会议后香港股市下跌 大陆股市涨跌互线 在这次关键的政策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立下了雄心勃勃的技术 自己自足目标 并誓言在2029年完成一系列改革 不过 市场似乎对这些宏大计划的反应有点冷淡 香港恒生指数跌了2.03% 创下新低 而大陆股市表现则是你涨我跌 好像在玩股票版的猜拳游戏 看看唐芳宇在新闻发布会上 如何吹捧习主席的决定性作用 还提到了300多项重要改革措施 然而 没人知道这些措施到底是什么 这就像在说我有个大计划 但现在不告诉你细节 市场显然有点失望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香港股市跳水的原因 第二段 要修复中国经济 习近平需要遏制通缩 文章指出习大大面临三重经济威胁 房地产危机 地方政府债务和家庭需求疲弱 但真正的杀手是通缩 这个暗流涌动的问题就像个隐形杀手 无声无息地侵蚀着中国经济 消费者价格在6月略为上升了0.2% 但这丝毫没能掩盖工厂门口价格一直下降的事实 政策制定者在推出新刺激措施时显得非常谨慎 这让人不禁想起日本的失落的十年 不过 中国的情况更复杂 人口老龄化加剧了问题 这让人想起那些六七十岁的人 他们不再像二十多岁时那样买房 升级电子产品或外出吃饭 总之 习近平的团队需要更加迅速的行动 否则中国的通缩问题可能会像中国特色的慢性病一样持续下去 第三段 中国在第三次全会后坚持改革路线 让西方企业陷入困境 西方企业对北京的改革愿景表示失望 觉得这次全会就像是光说不恋的假把式 他们期待看到具体的经济刺激措施和改革 但现在只能继续观望 德国商会的代表甚至直言不讳地说 他们对这次全会期待更多 但最终只能做好政策连续性的准备 公报中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 但是具体措施却如物理看花 不够明晰 外国企业人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 投资计划暂时被搁置 这就像在玩一场排局 大家都在等待底牌揭晓 但底牌一直莫翻开 这种不确定性让外国企业持续观望 对未来的投资计划更加谨慎 总结 这次全会显然是一次大计划小细节的会议 让市场和企业都感到有点失望 对于习近平来说 摆在眼前的经济挑战就像一盘难啃的硬骨头 而通缩问题更是如影随形的困扰 外国企业的反应就像在等待一场政策大戏的精彩部分 但现在只能看到前夕 总之 这次全会给市场和企业留下的印象是 有宏大的计划 有雄心壮志 但具体怎么做 还得再等等看 希望下一次会议能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更多的信心 和明确的行动方案 不然大家可真要开始失望了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